作者述世界风沉沉,每股一跌到底,大A股坚挺一段时间后,终于还是跌了,11月20日,A股分大股指,今日权限低开低走,收盘集体大跌,其中户只跌2.13%,报收2645点,真诚只跌2.83%,报收7879点,重回八千红线之下,创业版跌2.80%, 报收1355点,量是余3000只个股票绿,仅300余只个股翻红,真可为了绿铜中一点红,盘面上,几乎全只覆没,券商,创投等板块跌幅之前,紧黄金等极少数板块逆时走强,其中,贵金术板块中的原成黄金与融化失业涨停,弱弱的问一句,你买了吗? 面对如同股材代谢的情形,或许没有默哀才能表达内心情绪,种韭菜含泪而泣,说好的政策底,到底何时才能到来? 而唯一有意思的,或许就是证券日报的评论了,证券日报者,对首席经济学家而言, 必须要客观,专业,审慎的发表,研究观点,推出有深度,也分量的研究报告,要对自己负责,对就职的机构负责,更要对投资者负责,对市场负责。 如果不提升研究水平和业务能力,只是一味的发表汉人清闻的观点,言论,就算是顶着首席的光环,也终将会被市场,被投资者抛弃。 这一点,在任何一个研究员身上,应该都智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,别忘了,别忘了。